这期四郎讲一般有反转的局 那是06年 有个南开北京津冀对抗赛 红方是天津的张伟 黑方是北京的王天一 老王17岁 06年四郎异常特别深 初中刚毕业嘛 我当时想有一部手机 磨了我爸很长时间 终于还是买了 就是那个诺基亚7610 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部手机 给我高兴坏了 结果没到一个月 去网吧包袖丢了 当时心情很郁闷 没办法了 华尔白买个小灵通 就对付着用了 现在回想起来挺有意思的 来吧咱们开始讲棋 开局走成了中炮队反攻马 张伟挑个边马 天一进七足火马 红方五七炮 黑方左马盘盒上来了 红方出动左鞠 黑方将炮让开 有根也让 再等机会啊 红方如果贸然捉马 那就被黑方反仙了 跳马踩俩 红方还得退 踩炮 吃马 黑方出局 从战位学的角度来讲 肯定是黑方更好啊 来回到实战 当时红方就少进一步 天一啊补个七项 红方进又鞠过河 要平过来捉俩呀 黑方 不是给炮 加根 对手捉马 红方踩上去 挺安全的 没事 红方一看呢 就是个进攻型的骑手 他用七路炮 打掉黑方的小足 黑方将鞭足一冲 红 进七兵 给鞭马 留位置 老王 居久平七 未来呢 可以冲足过河 或者说 先把中炮 踩掉 再送足过河 红方呢 也不想被换 他往这边弄 集结火力 黑方鞭炮发射 这不就可以 进足拱居了吗 红方给鞭马 跳上来 看住黑方的小足 鸡花炮汤了 再一个棋盘左侧 红方有四个大子 压力不小 先对居 吃了 踩掉 红方再收个中足 给打通了 黑方进足过河 红方送兵上岸 有炮撑腰啊 踩了 阵型不完整 不理 黑方平足 红方捕手中相 黑方掌鞭 红旗 平炮打边足 能沉底了 平炮党是稳健的走法 但是天一啊 当时17岁 血气方刚 要对杀 他浸泡将 红方捕士 然后再跳马 踩鞭 平鞭 给马压住 黑方再走一招退马 可以马六进四 踩鞠踩炮 红方将左马运上岸 黑方的三路马要丢啊 天一 马六进四 踩炮 躲一步 黑方向下冲足 现在吧 红方是不能够踩马的 要不然丢鞠了 红方将右马朝上跳 下面一步骑天一走的有问题 导致丢子了 正招应该是落势 哎 退到底界 有什么作用 咱们一看实战就明白了 黑方现场用小卒拱的中兵 这招呢 不怎么样 红方下底炮将军 电中向丢马 那只能电鞠了 红方掉头 用炮打马 黑方只好朝上跳 红方给这马得的 原本呢 黑方是可以先弃后取的 就是说 跳马将军 这一将你不能电视吧 往这儿蹦抽炮了 他肯定要补相 黑方给这相一打 就是一串 平兵就打马呗 现在问题是 黑方没有落势啊 红方可以在平兵之前 浸泡将 不管黑方怎么应对 红方再平兵 这就不一样了吧 黑方吃马 红方也能打个马 小兵是炮架 这就是落势跟不落势的区别 看实战嘛 现在不管怎么走 黑方都要丢子 天一只好硬来了 用小卒撞将 红方用相飞了 黑方近居过河 此刻红旗 浸泡将军 这里应该是电视啊 现场飞得像 红方把兵力平 就是说不让黑方的鞠过来 同时还捉着黑方的马 老王飞高相 挡住 红方浸泡将军 这里电像了 如果电鞠啊 就丢了 红方会马踩中势 叫杀 往左跳是马后炮 往右跳是采鞠 黑方也只能吃马 红方给这鞠一打 这是电鞠的变化 现场电像 捡这样 红方就吃相 捉马 黑方马三进一 其实走完这招吧 老王都已经开始 牙牛晚上吃啥了 因为红方现在优势太大了 只要他现在出个老帅 黑方马上凉凉 红方跳马一将就死了 这怎么解啊 城市的话 红方平举将 电炮 那就弃马将 吃 双将 上来 跳马 这里还能电个像 再将 死了 后边有炮 回到此处 刚才说了 只要红方一出帅 对手就可以交枪了 现场啊 红方张伟走了这么一招起 平炮打串 这天一立刻就打起精神了 回马踩鞠 对炮 躲鞠就丢炮啊 这咋说呢 即使是这样吧 也应该躲 现场吃的炮 鞠不要了 黑方踩掉 红方一拱 这就形成了 鞠炮对双马双炮 子弟价值是红方多 没毛病 那咱们接着往下走 这个时候 黑方平炮 要下底 红方又走出问题了 应该是落势 浸炮江就垫向 砍向就上帅 他单狙寡炮 掀不起多大风浪 来 瞧一下现实的走法 没落势啊 这里是初帅 那就丢死了 红方吃兵 抓底炮 只能躲吧 老王一个闪现 又抓了一下九炉炮 红方还得躲 那黑方再浸泡一僵 如果电向就下底 这炮死了吧 没人保护他 来吧 再摆回来 当时中向没动啊 上的老帅 那黑方又打掉 这瞄准了红方的马 只好逃啊 黑方出将 拉住 红方 退炮 平局抓兵 躲 足跪 神速 红旗 平炮 遮住老将 马能脱身了 可以采局 退三步 抓炮 放中间 足跪 退炮 足跪 平炮 这是带将的 回将 红方 兵贵 拱鞠 先弄走 红方 平炮 调形 天一 退回来 要将一阵 老是在二楼不安 退一步 那也将 回周 那这棋 黑方也不太好赢 要是贸然的 向下冲足啊 红方就掉头一将 补向踩了 出将跳马将 称势呢 往中间跳 红方有点攻势 黑方是这样走的 先称势 你看看 这就不一样了 红方平炮的话 不带将啊 黑方可以打马 有的时候 顺域很重要 这红方就没有什么 太好的棋了 用炮打下鞠 前进 之后又打了好几下 然后变招了 平兵 老王感觉有点不踏实啊 他决定换子 进炮打马 消除一个 红方踩炮 黑方平鞠 抓鞭炮 红方颠了 下底鞠江 电视 退鞠 抓中相 回马 保相 其实没用 还不如往上跳进攻呢 你看黑方捉马 没跟得逃啊 平鞠抓相 跳马 还砍 红方进一步 这马出去了 红旗 补招式 平鞠捉马 就两个点 马三进一 就抓双 中相保不住 实战跳到底线 那也是抓相 你往哪飞都是死啊 因为黑方可以站在十字路口 一军十字寒呢 可不是白叫的 那就放弃了啊 红方平炮 黑方砍中相 退炮 足跪 跳马登鞠 那就抓呗 还得回来 足跪 平炮 足跪 进炮 足跪 完了 有杀棋了 咱们展示一波吧 黑方可以小刀弯心呢 出来平鞠杀 用试条呢 下底鞠杀 那么为了解这个杀棋 红方非常不情愿的 把炮放在了中间 遮住老将 天一甩鞠 叫杀 下底也是没啊 红方只能落尸 最后呢 黑方平鞠抽炮 一招 毕密 红方投了 这中炮一丢呢 防线彻底崩溃了 这里不是吃炮 之后就是一卒换双试 这俩户一丢啊 黑方鞠的威力会更大 一匹马是守不住的 那么就对于这一盘棋来说 不是天一下的有多好 主要是对手的衬托 太给机会了 好 差不多了 请我们关注点赞 下期再见